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李鸿章被此起称为再到玄皇之人 此后被封了一等素一侯 然而李鸿章的后人却因了中国的那句老话 富不过三代与列强斗了一生的李鸿章 到死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孙子去当了汉奸 李鸿章的孙子叫做李国杰 生下来的时候就继承了李鸿章的爵位 后来辛亥革命 清朝灭亡 但李鸿章提拔过的官员太多了 许多民国的将领其实都是清朝的官 换汤不换了爸 全是凯层的李鸿章照顾 所以对李国杰很是照顾 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和李国杰的儿子 为了能够让李国杰有个正经的差事 就给李国杰安排了一个比利时外交官的身份 但李国杰什么都没有学会 就学会了八七子弟的吃喝玩乐 带着一群胡鹏狗友 整日就是吃喝调赌 结果政府的账上出了亏空 上面有人要拿到饮食 原是凯清后 赶忙掏了四万银元 帮其补齐亏空 捞了出来 按说事情都已经做到这个份上 您就好好歇着 当外交官就好了 但李国杰坚持认为 之所以账面亏空 是这个比利时外交官没有水 靠着自己爷爷的面子 李国杰竟然当上了轮船招商局董事长 晚兴留下来唯一值钱的东西 就是这个招商局 无数人盯着 结果李国杰抢了线 枪打出头鸟 李国杰成了众矢之地 胡死为尤仔 许多人虽然想动李国杰 但想想的老子也就好认栽了 也许是李国杰时运不济 蒋介石上位也需要钱 这个来钱最好的地方 就是这招商局 蒋介石派去了赵铁桥 时刻盯着李国杰 李国杰却仍然不知收敛 在与汇丰银行借贷时 出了问题 被赵铁桥抓住小辫子 高了上去 李国杰也许是交恨惯了 竟然连司法程序都不早 拿出了街头混混的把戏 找了王亚乔杜月圣 出了一笔重金 把赵铁桥给争死了 蒋介石听后不然大怒 自己的人不明不白的这么死了 于是蒋介石也不管什么法律了 胡编乱到了一个理由 将李国杰关进了监牢 一顿毒打 免去职务 放了出来 松户战争后 上海被占领 此时的李国杰仍然留在上海 但为了荣华富贵 竟然投靠了日本人 蒋介石听后 找到了戴笠 让他带着军统的特工 解决了李国杰 于是1939年大年初一 李国杰横死街头 李鸿章九泉之下 如果有灵 得知自己有这么一个不孝子孙 会不会气得活过来 古签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